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是7月15日深夜的时间,希望播出的时候刚刚7月16日的凌晨 希望大家不离不弃,继续支持桑普频道,就算多晚都好,或者你们多早都好,多晚都好,都希望大概这个时间收睇到我的节目了 希望大家comment,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看完影片,和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川普被行刺这件案件,这件案件有几个问题要和大家回答的,也许很多人很好奇想问的,我希望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但讲这个之前,有一今日近这24个小时,情况有些出现很微妙而正面的变化,川普当然依然是受伤,现在已经抵达了威斯康尘的Milwaukee 将会出席四天,由7月15日,星期一,到18日,星期四,举行的RNC,Republican National Conference 这个就是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就会在四天举行,最后星期四,川普会发表一个即席的讲话 当然很多人批评,RNC外面,Wilwaukee尤其是Wisconsin这个州的法律很奇怪,因为Wisconsin 这条件案件就准许大家可以在这个RNC外面的暴行区可以持枪的,也都打过有关的法律程序 所以确认在暴行区里面可以持枪的,即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特定的禁区就叫做这个严控区域里面是禁止枪支 即是说已经有人把手禁止,一般人进入的那些是禁止枪支 有些人说,你可以带网球,但不可以带枪,那怎样呢? 我觉得这是在逻辑上的矛盾,我不会否认,但我觉得这是小的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全面禁枪,这个地方是否违反当地的法律呢? 由当地的政府,民间去决定 如果他们认为在这个暴行区都要被人带枪的 那么基本上是美国的宪法有规定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会详细讨论去持枪权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就是说有关的情况就是会加强有关的保安 那么近这24个小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法 这个变法是什么呢?好像左右派有冰释前沿,甚至是在这个侵侵遇袭之后 我想团结一次的这种讯号 这个讯号我认为至少在短期,甚至在中长期都会发挥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个我是非常乐见的 没有人一个正常的一个不为共产党做事的人 会乐见这个左右派大撕裂 然后将对方视为给共产党更加坏的一个敌人去看待 我想这个做法对美国极不利,对我在台湾也极不利 一个真正反共的人,一个真正反独裁反专制的人 是希望有个强大,宪政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美国 也希望左右派就算有不同的意见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外矛盾 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这些叫做极权专制政府 他们渗透民工武嚇,战争,暴力荒言 才是真真正正的敌人 我想这一点是很基本的 我想有些虽然是,我知道在评论界里面 有些左派的一些评论人 也有一些比较右派的评论人 这个右派评论人比较少一些,我是其中一个 我们觉得这一点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觉得对方是比习近平更坏的 肯定这个人对于反共的事业 是真的充分了头脑 就是被左右的情况充分头脑 最近发生什么事呢 先是拜登有两次记者会 这两次记者会 当然有一次读稿,在Oval Office 台湾全班公司读稿 读稿在镜头这边 无论怎样都好,稿啊 无论是不是他写都好,whatever 所以他表达的意思是清晰的 今次没有食螺丝了,今次没有老人痴呆了 今次没有这个认知衰退了,whatever都没有了 继续清心直说了,就说到最后就是 保护侵侵,这个是前总统加上总统候选人 就是极高度的保护要给他 保护在威斯康斯、梅威斯康 刚刚说到的这个 共和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安 最高级的保密 即保护的情况 Security,不可以出现问题 另外就是说呢 要调查真相,撤查有关的问题 再重新就是说呢 要捍卫宴政民主、自由、共和 而且谴责暴力 亦都是觉得暴力在民主过程中 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是没有任何空间的 也呼吁任何人不分党派 不分性别、不分种族 都要谴责暴力的行为 关切死伤的情况 侵侵是轻轻伤的 有一位Cory 他是五十岁的一位爸爸 刚刚那个地方 就进入了侵侵和枪手之间 躺在那个地方 保护他的妻女 最后的头子被子弹射穿 这就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梦业 另外有两位受到重伤 我希望大家 无论身处哪个地方 都为伤者祈祷 都为死者的家人祝福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希望抚平这个伤痛 同时也希望 反分化 集中力量 反对专制政府 希望团结美国 在这个地方 美国应该要对于 所有的恐怖活动 所有的这些暴力行为 说 no 这一点很重要 我知道以前历任的总统 很多都是看到他们遇食生亡 1865年林肯总统 1881年 Garfield总统 1901年McKinney总统 1963年GFK John F. Kennedy 金乃迪总统 都是他们在总统任内被遇食生亡 另外在总统任内被遇刺 但是 没有死到的 不要死 好好活的 就是包括1912年的 鲁罗斯福 1981年的 列根总统 当时他在 我上次也说过 DC 希尔顿饭碟外面 被一个狂人 癫脑 开枪射肺 内出血 之后 拯救及时 出院 当时他的民望 刚刚上任69日 就由60% 飙升到68% 可见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接着 当然是近这个月 几日之前 2024年7月13日 遇到行刺 而僥倖能够生还的侵侵 这颗子弹真的险过剃头 我再说多次 差一公分 还太阳热 太阳穴就在这里 太阳穴就在这里 而二阵就在这里 如果他的头 偏多的那么多 不舍一公分 偏多的那么多 就已经撞 那他已经 玩完了 以这个78岁老人家 承受不起 他脑暴重创 不玩完 就可能已经免职害人 相当是惊险 我想这是上帝 给到他的一个机会 和时间 当然暴力事件 如何限于这件事 John F. Kennedy的小孩 RFK Robert F. Kennedy 1968年 当时他要去竞选的时候 行识 被行识 身亡 另外 有一位叫做 Wallis George Wallace Wallis 就在1972年 被行识 半身不遂 我上次也说过 这些情况 我想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凶案 所以说 美国这些暴力事件 不是从今天开始 我相信也不会到今天终结 但在这么大的伤痛 再次在40多年来 尤其列根总统之后 第一次发生这么重大的事 可以说是2001年911事变之后 最大的政治危机 我想这一点是希望美国能够每一个人都珍惜 不要等限时之 这点很重要 再说说 拜登就说 要做刚刚的事 我觉得是正常的 OK的 然后 他私下打电话给川普 对他有慰问 川普收到电话 已经跟他说了一段说话 当然他们互不引述说什么说话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Chatham House rule 接着川普也很感谢他的慰问 感谢他的慰问 在这一段时间 川普就开始反省 我想我肯定他有Prayers 即是会和上帝祈祷 这个也是他的习惯 你不要说到他一个 完全是 将宗教信仰当作一个藉口的东西 这个不是这样的事 他是一个大嘴巴 我等一下说他的问题在哪 我都说不是他侵粉 我不是他粉丝 他说的什么都对 一句定一万句 我都理性地看 川普的问题在哪 等一下我会说到 但今时今日 川普痛定思痛 不止拜到一个问候他 案件发生之后 全国各地不同阶层 不同政治观点的相关人士 都打电话在关心 由Nancy Pelosi 一路到这个Chuck Schumer 一路到Hakim Jeffries 都是民主党的重要的成员 参送两院的重要成员 也是重要的民主党金主 另外你看回奥巴马 卡特基金会的人 George W. Bush 这是共和党的建制派 Clinton等等 都对他相当大的慰问 这一点他又有所触动 令他感到 这个 在一个关键时刻 一 上帝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而是God's grace 在你遇到横逆的时候 上帝保你一命 令你有少少的创伤 然后你没有死 他去哪一边 你那个Sniper有多准 说真的 就是那个Shooter有多准 就是那个空手有多准 不是Sniper 是Shooter 就是那个空手有多准 我想 没有人会知道 太多可能性 他对准你的投射 是不是 没有死到 是因为他当时转过身来 看着显示各种造势 演讲资料 就是说拜登那些所谓边界问题 那个劣迹的一个迎光望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都没有办法受访了 所以他死过翻山 有时候有些东西 同板的两面 如果你不是一直批评拜登 拜登不是你的死对头 他做都没有那么坏 就好像你心目中 他没有那么坏 你已经死了 正是他做到那么坏 让你有得去唱 唱的时候 转转头 刚刚那个子弹 就射不到你的太阳穴 射中你的耳朵的上方 有人说射中那个所谓的播毒器 就是有一些收音器 whatever 都是没有射到那个头颅里面 任何的组织 这点他也会复原 也会康复的 是轻伤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真的 歪打正着 你都要感谢拜登 一个 开放开放开架 搞到你自己 死过翻山 其实某程度上 都有这个因果关系 所以人的事 就不是说 有些人批评你 那个就是你的敌人 跟着痴癌必捕 发愁 发了老皮 跟着一整天记住你 这些家局太差了 是吧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 一个人 人生在世有多少的可能性 充满了各样的可能性 那他想起 上帝想要教大家 什么 be humble 是吧 the god's grace 这次他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家 我原先在礼拜日的时候 觉得他都没有什么办法变 但是他经过深思 反省 祈祷之后 变了 变了 变了什么呢 第一 他觉得这个 他要在观念上面 有所改变 第二 审时度势 觉得这是将整个国家 以至全世界 团结在一起的机会 因此希望利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令全国团结起来 他说 这个就是他要做到的事 所以他就和很多的 就是和传媒讲到一番说话 我这番说话很重要 我 礼拜四 会发表演讲 写一篇稿 这篇稿 就是说 拜登政府多么腐败 多么可怕 总之用极度 酸言 酸语 可怕的操词 强硬的操词 对付拜登政府 sleepy joe crooked joe 什么都来着 他现在 把他撕破了这份稿 重新写过 礼拜四的地方重新写过稿 而重新写过稿 基本上是不会批评拜登 希望团结整个美国 哇 这番说话好像不是他说的 有私利的成分 也有公义的成分 公义和怜悯 大家知道 就是刚刚讲的原因 即是福是禍所以 禍是福所持 你的对头 可能最后关键时候 都是一种救利的一种条件 是吧 所以人的事情很难说 第二件事 你做总统 你不可以只是为一党派之师 去做事 要为你的敌人 都要做他们的总统 成为他们的leader 你要unite 你要宽容 去tolerate不同的意见 而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保守主义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 Jacksonism not non-interventionist non-isolationist 大家参考一下我以前讲过 Mike Johnson那篇演讲 这个就是Trumpism 基本的原则 和以前布殊的很不同 Trumpism 你的思想要贯彻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需要做那么绝 第一 当时候 你自己想一想 你对Nicky Hailey 你对Desantis 是不是说 咬到他们那么痛 为什么呢 是不是 有没有必要呢 我知道 你out of the deal 你做这个生意的艺术 一本书 80年代出版 你讲到 就一定要be strong and honest 做生意 亲力亲为 而且 look into details 而且要不断地 押起钢做事 这个是美国佬不断的性格 做生意的人很多 我接触过很多 American businessmen 都是这样做事 但他反省一下 这样做一个politician 是不是永远都会成功呢 你永远是用warrior的姿态 来做事 你当然团结到很多 你身后的人 但是 有些你的敌对人 就永远成为你的对手 for what呢 那我想这一点上面 Trump就开始有所觉悟了 就觉得有些事情 不需要去到那么绝 那么很多事情 不需要常常都将Sleepy Joe Croker Joe 掛在他口边 直接批评政策 就是他open borders Immigration 和这个inflation的问题 依然要指出来 这个理性的讨论 但你不要说 喂今时今日 你往往都是说 他是一个sleepy Croker 各方面的事情 那我想这些事情 去到某个位 是一个时候要做一些 打缓慢的波 那么你看到拜登都说 要希望将政治的亢奋气氛 压下来 因为不是这样呢 民主党 就要成为重此之的 所以我说这件事呢 两方面都希望有 思理的成分 拿中间选民 因为现在 两个东西呢 叮当码头之外 扯开了 即是说 原先未有这个行息事件的时候呢 相差2%的分期 但现在扯开了 去到大概 即是可能会 5、6、7、8%都有 我看到有些youtube 综合了国家传媒 在这个行息事件之后的报道呢 基本上 特朗普是横数七大摇摆州 奈巴多 阿里桑多 Georgia Pa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Minnesota 全部都进入特朗普的口袋 另外 Virginia 是拖室的 甚至是倾向Lean Twas Trump的 纽约更加拖室的 东岸很多 原先的 南州 很多都变红 淺红 或者是 五博 连你最 即是 投拜登的Colorado New Mexico 都可能变拖室 和红 这件事是可以告诉你 特朗普现在被预测 是拿超过四百张选举人票 是会当选的 我跟大家说 不要那么快开心 因为这件事是会有个突然之间高潮期的 还有四个月 11月5日 还有三个多月 接近四个月时间才投票 所以什么都会发生 很多事件会发生 会不会到过来 拜登或者他副手 或者他老婆做什么枪 又不知道 什么都可能 所以我希望美国 不会有暴力事件发生 第二 11月5日 去到1月20日当选 这段期间 是关键期 如果选票的选举人数太接近 有争议 甚至没有争议 但是有些极端的分子 要追击特朗普 出事 我当然预测特朗普会赢 赢的机会是极大 毫无妄言 你喜不喜欢特朗普也好 现在摆出来的盘 就是特朗普赢的机会极大 不要经常说特朗普都是会输的 你自己在想想想想 特朗普是会赢的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今天如果有一帮极端分子 譬如民意调查时 有10% 即一成的人 就觉得 扣掉特朗普这个计划 都不可以让他赢的呢 那就出事了 你就算1% 真是付出行动 都死了 这样搞法 特朗普如果就算11月5日赢了 1月20日可能没命上台 所以空险的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空险的位置就是什么呢 如果民主党 是不是要说清楚一件事呢 不要再说 特朗普是一个什么 Dictator 你说这句话 是不负责任 你的根据就是说 他要recount 是不是 他质疑选举结果 国会山庄暴动案上了他数 你说来说就是这些 我只是说 你说这些事的时候 你想一想 是不是人家有合理的质疑 事实上是怎样 可能要调查清楚才知道 但人家真的质疑这个选举公正性 是你honest believe 拜登曲线 no photo ID 僵尸人户口投票 跟着呢 开票不知开多久 选举机器 是否能够公正无误 不是人手点票 邮递投票 广泛进行 有些是迟了才记得到的都照收 这些事我们由2020年说到现在 这些情况 我问回很多我自己美国的朋友 的确 尤其维珍尼亚州的 在纽约州的 的确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而发现到在自己county里面 的选举机里面也都有人 是僵尸户口 甚至有其他州的人 在这个地方投票的 这些事不要告诉我 是否存在 当有这样的情况 我无论这个情况 是否恶劣严重到影响到 真正的选举结果 这个选举已经不是 fair election了 你想想 你说行之有年都有这个 mail ballot 我说退悟军人 囚犯 mail ballot 没问题 我说错了 不是退悟军人 现役军人 囚犯 要mail ballot 没问题 但其他人为什么 无缘白示你可以mail ballot 方便行之有效 法律规定 传统如此 这个传统就是根本上是一个 不能够讯上公正的确讯 这就是问题 那你要改革 下次才算 今次就是这样搞的了 那就是说 今次就使得人家有一个怀疑 而这个怀疑 在票数那么接近的时候 就会更加尖锐 票数不接近的 摇摆州 差一个州两个州 就已经决定了 胜算约 当然人家会质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国会山庄案都不是一个真正的 它煽动出来 它没有煽动这件事 如果你这么煽动 你用同样的标准 你说特朗普在1月5日 煽动国会山庄案冲击 那我说你拜登发表了几篇演说 我和你逐个数 偏偏演说都是说 特朗普是个独立 如果你算到特朗普 特朗普就是独立 那7月13日的行食案件 我便入了你数 你煽动人家 去怒弄特朗普 我用同样标准 我都没有说这句话 你说我说好 就学了你左交那些 跳约逻辑去说话 不说法律 不说证据 不说因果关系 只是说想象 所以我说去到今天 如果你没有特朗普 造成这样的氛围 人家怎么会去怒弄他 人家怎么会去开枪射击特朗普 我可以这样说 我不是这样说 你想想 所以我说有些事情 平息 平心静起一些 右派的質疑是合理的 选举是否公正 要调查的 但我可以说是不公正 不公正程度 是否影响到选举结果 是一个问号 我承认 但是不是不公正 是不公正 not whiter than white 那你说这个质疑 全部都是质疑 全部都要坐牢的 勾我利根的 那你和法西斯 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 不可以有人跟你有不同意见的 就很奇怪 有很多人 好了 讲回到真真正正正的重点 那 阿特朗普僑幸生还 他就 也都讲过一番说话 他说当secret service 特勤局的人员 将他带到台的时候 他突然震悲一呼 是有原因的 他说 他站在那一刻 他看到 那些人群没有动静 每个都害怕 躲下了 他很难描述那种感觉 那种惶恐地獄的感觉 但他知道全世界都看着自己 他必须令大家知道自己没事 给大家勇气和信心 美国会继续前进 我们在那里前进 我们会更加强大 所以他才说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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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一个人 士兵记者 普立支掌 前记者 映到一幅 好像1945年2月 流氓岛战争 美军六位 海军六战队的战士 登上流氓岛的山上 插 美国旗的那一幕 哇 那一幕很重要 有美国国旗 他自己 赠给一枫 一堆的 secret service的人 一路包围着他 按住他 但他依然 昂首挺立 这一幅相 我想成为了 年度的 新闻照片 即是 那个时刻 right moment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place 拍到这张相 很重要 他当然也觉得 他会继续努力 但他会觉得 更加謙信 除和 第一 他能够送到 他不就是说到做到 据我到他的认识 就是说 他补了句话 他说我会尽力做 但会不会做得到 效果会怎样 会不会使得大家都能够服气 就不知道了 但他会尽力做的 那我们let's see 就说他let's see 看看特朗普会否做得到这件事 他是一个大嘴巴的人 特朗普我承认他一个大嘴巴的人 他不是说大话 是将东西夸大 跨式一些东西去说一些东西 他基本的信念是好的 Christianity 保守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Jacksonism Non-interventionist Non-isolationist 这些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不了解美国政治 不了解他的外交内政的思维 你没有办法 为何要close the border 反对critical race theory 反对这个泛环保主义 绿能的一种所谓的普及化 绿能应该成为各种能源其中之一 而不是应该成为取代所有的煤炭能源的东西 我认为这样 特朗普都认为这样 但左交不是这样认为 有些左交去了Tesla的地方 搏油 去Tesla的车里说他 这个是不环保 但是Tesla的车 听闻是环保过其他的车 就是石马卖的绿能环保 然后你弄到人家骚髒 第一是毁损罪 第二是要人家清理这些东西 那本身是否不环保呢 所以这些环保阻害 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另外就是一帮所谓性别主义者 就说 小孩可以决定自己性别 爸爸妈妈不要阻止 老师如何教育 小孩喜欢变六十多种性别 任何一种 任你选 八岁 咬着来 持咬 找人咬 之后变成女人 没问题 这些什么细度 就是左派就这样当道 是吗 那些变性人走入去女次道 强奸女性 多所有知 学校帮人掩饭的大把 所以我就说这些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而这种左派的撕裂 甚至是对国际局势错误的研判 那些女孩在校园包围学校的一个大楼 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 但他们不敢去 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巴勒斯坦和哈马斯 现在不和 即西岸和加沙不和 那他们两个呢 本身是最反对女人的 要蒙面的 你女人在那个地方 你去到美国女人去到加沙 立即被那帮人容了你 杀了你 奸杀你一次 所以我说 这帮人是没有胆匪女 然后呢 就觉得我们要反对 以色列人如何入侵加沙那方面的事情 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是一帮恐怖分子 不断用巴勒斯坦人做人欲 人欲盾牌 而你不谴责这帮人 是谴责以色列 荒谬绝对 加害人 避害人 都分不清楚 我想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 左派很严重 好了 侵侵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能够真真正正的这样 自然做个雍庸大道 少些说Sleepy Joe Crooked Joe 我会觉得这样 不需要嘛 就是他 侵侵的弱点就是 大嘴巴 有些自戀 有些自大 自戀 我觉得 你要别人有信心 自信和自戀 其实是某程度一体两面 就是我对自己用自爱 我才可以自信 自爱和自戀 爱戀 自戀就是负面 自爱就是正面 你想想一体两面 是说同一件事 因为自戀 他本身不是害人的 他只是说一个事实 而事实上 拜登的很多败迹 很值得批评 而他的批评是有道理 所以才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是不是 他是不是整个拜登政府 完全是 每一个人都是贪腐呢 不是 但是司法的确有武器化的情况 是不是 FBI变了他的打手 这些要批评 好了 川普现在靠近 靠近 靠近 那我们看回 周四的表演是怎样 我们到时候都会和大家做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 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这个重索 从未说过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一直以来 整个plan是什么呢 左右派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建拔老张 好像他们已经是 世成水火 永不融合 然后在左派里面 用换灯 搞乱 在右派里面 用这个 2025的计划 项目去搞乱 右派 以为好备 怎料 第一 两个熄火 因为现在 不再有 因为 熄火 不是哪个人 做过什么努力 和特朗普完全没有关系 是和哪个人有关 是和上帝有关 这个不是人 是上帝有关 为什麽呢 那个shooter 做一粒子弹 那粒子弹是射不死 出血 这个shooter 又不是黑人 又不是女人 又不是变性人 没有什么discrimination 的问题 是白人 男士 20岁的 痴妈跟的 孤狼的 后面没有人组织 没有人在搞他 暂时是这样 后面没有人在支配他的 现在越来越查下去 又说他爸爸给枪 ar-15 rival 112米以外射的 射不死 但懒不死 不知道必有后复 而且突然这粒子弹 将三个地方 刚刚说 左右分歧 左派内控 右派内控 这三样东西 全部解决了 换言之 拜登今天 treat Trump as an equal 特朗普也不会再将拜登 视为对手 他要团结 两位候选人 水火不容 握手都不会握 见面又想打的了 u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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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period period 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这粒子弹做到 而中国 习近平 鼻歌孔都侮辱 他在这个事发之后八个小时才发一段文字 就是说 慰问 慰问什么呢 慰问拜登的老母吗 是吧 你慰问什么呢 我都慰问一下齐心 习近平的老母 是吧 你慰问什么呢 你慰问一下侵侵 慰问他什么 伤势 人家要捍卫民主共和 避免分化 你慰不慰问 人家要反对暴力 你慰不慰问啊 反对渗透 反对统战 你慰不慰问啊 习近平 你说嘛 哪个国家 哪个政党 哪个民族能够有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你收皮 最有能力是 最有理由是自卑 自贱 自刮 自刮 自敏 人家美国真正做到的就是真正的自信 原来这样 使得左右派 开始求同传异 慰问伤势 刮骨疗伤 彼此之间 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 但 在这么大的怀疑之下 知道 美国只得一个 相忍为国 要为国家去做更多团结的事 这些是中国和俄罗斯最不想做到的事 第一颗子弹 竟然第一 换拜的行动 现在完全冷却 据我所知 现在没有人再提这件事 什么卡米拉·哈里斯 什么 米歇·奥巴马 什么 牛逊 全部都收了声 没有人再推动换拜的问题 8月拜登会代表民主党出选 我一直都这么说 现在更是这么说 第二就是说 2025计划没有人再说了 第三就是左右派的分歧 如果川普和拜登两个 两方面都做得好的话 可以去到一个君子之争 我其实都很期待 去到9月ABC的第二场辩论 双方握手 微笑 大家即使有不同意见 可以拿到面红意识 最后都会握手 微笑 合照 为美国一切要团结 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 是谁的旨意呢 难道是我的旨意 难道是特朗普的旨意 难道是拜登的旨意 当然不是 今天 为何七个小时之后 习近平才发这个慰问 他怕到鼻孔都没肉 越看很多信息 他知道 哇不行啊 惨了 开什么三中全会 开一条毛 你去 是吧 所以我说 去到今天 是不行 真的不行 好了 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 是不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这个说法呢 是民主党一个政治顾问 就叫做Dmitry Melhon 他是一个大有钱奥 Rite Hoffman 是民主党的大金主 的一个政治顾问 他在事发之后立刻说 是侵侵团队自导自演的一场苦肉计 是 其实是侵侵自己拿枪打自己的 这个说法当然荒谬 然后在刚刚二十四个小时之内 这个人出来公开道歉 我再说一次 哪个在全苦肉计 源头就是这个人 公开道歉 即是说我收回我的说法 绝对不是苦肉计 我说错了 褪眠自干 那些共谍有什么好说 好了 看你那些共产党里面的垃圾 世界军事杂志 原执行主篇金号 就说 这个 川普掩着的耳朵不是一般人的反应 于是他认为 是自导自演的一场苦肉计 这番说法 第一 他不是军事专家 跟着所有的共产党的网媒 五毛 内容农场 把他包装 都是军事专家 整个中国广传 搞到 当时到周日的中午 中国的微博里面 写特朗普遭枪击 因为中共不喜欢说 川普不喜欢说特朗普 香港都跟中国走 所以说特朗普 我极度讨厌这个字 告诉大家 这个叫川普 可以叫川普 但我绝对反对 不喜欢别人说特朗普 特朗普遭枪击 特朗普遭枪击六个字的阅读量 当时是过三亿次 全中国十四亿人 在一个星期日 微博当时 这个已经到三亿人阅读 而大家看到 前二十名的热手榜 都是有十则 是说特朗普 就是川普遭枪击 说有意中枪 有人死了 有人击毙 接着就说这个 所谓的 自杜自演的苦肉计 接着到香港 汤文亮 那个垃圾港商 根本是中港的一个集团 他几位集团的主席 汤文亮又在吹 自杜自演的苦肉计 就是这样吹出来 搞到现在台湾 南营白营的人士 继续讲自杜自演的苦肉计 几荒谬了 为什么 有图为正 今次有图 准备给大家 好 这幅好 真是很多谢 刚刚我今天上了 这个廖小军的节目 他给我带这个图走 这里讲什么呢 这个正面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大家听到我的声就行了 OK 自己备图 OK 这幅图讲什么呢 我用这个 这个更清楚 空手的位置就是这个位 OK 接着 侵连港的位置就是这个位 这个位就是这个 特勤人员secret service 就是那些特种部队的位 这个位置就是侵侵的会场 所以过了这条 fence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会场外面的 由这个外面去到侵侵演港的位置 总共相距是400英尺 看到吗 400英尺 122公尺的位置 好了 shooter这个地方 他射向Trump Trump 就是AR15的rival的半自动部枪 可以连发 他射完一枪不中的时候继续射 那么导致一死两伤 他不是自杀 也不是被背后的人杀 是被特勤局的人在这个地方开枪射击射死的 这个地方射向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射向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差不多 可以吗 蓝线和黄线距离差不多 换言之你用同样的军械 基本上可以击杀的 可以击杀的 这枪射得中 我不知道开到多少枪 总之有枪射得中 但是黄色这枪射侵侵的射不中 射中他的耳朵 没有完全射不中 没有圆射不中是没有效果的 射到他的耳朵 这个地方是God's grace 真是很幸运 换言之 绝对有能力射得中 此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他瞄准的不是身上 身上有避坦衣 他不是瞄准身 是瞄准头 他瞄准头去射的 我试问 哪个虎肉鸡 是瞄准自己的头去射的 大佬 你射都射身体 身体都怕 有心脏 有肺 有神 有脊椎 什么都有 射脚 射偏少少 怎会是虎肉鸡 第一 你击杀范围 第二 你射头 第三 你射完之后狂射 四人一枪不单止 继续射下去 一死 两重伤 其实发射子弹不止四颗 可能更多 甚至没有人说有五六七八颗都有 现在还要调查 要执蛋壳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你怎样 这个真是拿他命 而不是说 想轻吓他一下 轻吓他一下 轻吓他一下 一粒子也算了 射不到就收皮了 但是你不是 不断射下去 那你要人命的嘛 大哥 侵侵倒下 有人就说 喂侵侵倒下去 他正常如果真是要 我说真的 如果他真是 自偏自导自演 的虎肉计 他应该不断倒下去 没有人按住他 直接在那里说话 就可以了 整群特权人员冲上来 应该搞定这群人 怎么脱下鞋呢 如果真是要虎肉计 应该扮受伤 没有受伤都躲起来 是不是 整个雷射 搞到自己受伤 是不是 然后躲起一两天 让大家猜猜一下 放一些风声 说自己死了 离楼状态 才够悲情 他没有 特朗普基本上 立刻说自己没事 立刻坐飞机 去Newa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是New Jersey 住在一个private club club里面 请问他何来隐瞒呢 他不隐瞒 不造造神秘感 不造悲情感 何来你说的所谓的虎肉计呢 所以这些是不公自破 是不是 如果这些常识你都不明白 我想真的很难理解 你要说虎肉计 你的证据在哪里 你没有证据 Conspiracy theory 根本不符合common sense 你想想有什么意思 好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Security 的breakdown问题 就是说 看回这幅图 这个人先射 一两秒钟之后 蓝色的射 换言之 在侵侵遇食之前 这帮特勤局的人员已经看到有人在一个地方 不是你不可能在一两秒钟之内被反应 对不对 集定了枪 你等人射 你先射 跟着你做维安的 维持安全的 你不知道有高楼在一个fans内面的吗 你怎么在这栋楼没有人在里面的 被人不是清空的 而被人在上面可以搭枪做射击的位置 这个完全不合乎保安的原则 这个已经prevent不了 你后面那些 要按他下去 弄到他甩鞋 举手的时候又不按下他 然后护送他 我当然要多谢这帮人 但这个已经是事后的回应 你事前没有封到这间楼 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特勤局的人 还要在这个shutter射之后 几秒钟才射 不免令人怀疑 这个特勤局的人是否和这个shutter 串通的 如果射死了 这个人也要死 灭口 皆大欢喜 射不死的 这个人也要死 于是乎也是灭口 你尤疑的时候 搞到一死两重伤侵侵 尤疑仔穿洞 那就是你的尤疑 你的苦人之仁 结果就搞到这样 为人不忍 结果就是导致到 你不立即击杀一个准备射击的人 那你说 要击杀这个shooter 是不是应该要做 正当防卫 紧急避难 self defense 紧急救助 救助特朗普的生命 任何的common law 任何的文明国家法律 都允许这种杀人行为 因为你是拯救生命 那个人已经写了子弹出来了 你这个地方击杀他 完全正确的 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不杀他 有更多的生命会受瘡 为什么不杀他 这个不会受起诉 也不会受追究 而且这个是secret service 职权的行为 亦都是他正当防卫 紧急救助特朗普的行为 这个必要的 而且应该要这样做 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不事先做防卫 人家已经拿着个枪 准备扣板机 你都未射 你还可以等 等什么 这个就是问题 这个shoot this location 的地方没有清空 有另一个问题 是吧 所以这些叫做security break down 要是检讨的 第二样就是说 是不是有涌枪权出的问题 是不是有很多人问 现在就是说特朗普刚才呼吁 要持枪权 拥有枪械的权利 因为美国第二修正案规定 人人都有持有和攜带武器的权利 而经过联邦最高法院 2022年 New York State Rifle and Pistol Association Versus Bruin 就是布鲁恩案 5比4决定 维持持枪权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持枪权的继续确立 是美国宪法到现在最重要的精神之一 如果你遇到暴政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譬如香港人就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中国人知不知道 我希望告诉大家 当你有持枪权 好人有枪 坏人有枪 当国家规定 人是没有持枪权的 好人没有枪 坏人有枪 无论他是黑警也好 黑社会也好 都是有枪 你会觉得黑社会 因为你是规不规定持枪权 而他会没有枪吗 不会的嘛 所以持枪权是给好人智慧的权利 我知道不可以犯化所有人 人人在任何场合都有持枪权 不可以的 你试试大把枪去搭飞机 美国政府都不让你去 一定有限制的 例外 例如最近 6月21日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个判决 对于domestic violence restraining order 即家暴禁制令下的人 即家暴人 那些男人女人不分性别 你家暴人家的主角 坏人不让你持枪 这是对的 8比1 保守派法官有6位 有一位写不同意见 其他五位都是支持 家暴禁制令之下的人 不可以持有枪械 这就是例外 但原则是被人持枪在身 随时可以做智慧 不可以用来杀人 但是智慧 为什么你不可以杀人 你杀人别人杀你 这叫恐怖平衡 而每个人防御暴政 防御黑警 死黑警 最大的力量就是你有枪 2019年 如果香港人人人有持枪权的话 是不会发生什么721831 这些事情 共产党开坦克车过来 都没有把握的 游击航战 大佬 重林作战 所以他没有把握的 中国人如果人人有持枪权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8964 不可能现在数位极权主义的 不可能现在躺平的 人矿的 历史的垃圾时间 不会这样的吗 美国我问你了 除了南北战争外 哪个时候有过真正的革命呢 没有 人人都会守护这个民主自由体制 就是我的地方 住的地方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的时候 你一日零可以打死你 我有枪 开门给你 右手开门 左手握着一把内伏枪 你一不碰一 就不断打死你 这个不是德州电割杀人狂 是智慧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你知道什么叫暴政 什么叫苛政猛于虎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分别 我们细致地说哪些例外 我们要另外讨论 这个是复杂问题 不是容易解决问题 但是你要从根本上否定持枪权 就不同 而刚刚的例子来说 有持枪权 坏人都有枪 没有持枪权 坏人都有枪 对不对 今天 Thomas Matthew Crookes 这个凶手 有枪 用枪 你不可以怪 是有没有用枪权的问题 是坏人想杀人的瘋子 狂徒 无论有没有持枪权 都会有枪 逻辑明明 知道不知道 不要太简单 有没有太简单 有没有持枪权 坏人都会有枪 然后你怪 特朗普支持有持枪权 导致这个人杀自己 这么说也行 完全逻辑有问题 是吗 所以我支持 美国这个第二修正岸 也希望全世界能够反省一下 不要经常觉得 哎呀 我去到Wallmark的地方 看到呢 可以买枪 买子弹 好害怕 那些小孩看到他 掩着眼 好惨惨 美国痴妈根 你这样看这件事的话 我想你真是 完全不知道 美国立国的精神是什么 还有 个人的尊严 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 如何去保护 不是靠国家 不是靠黑警 不是靠警察去保护 是你自己保护自己 那你说习母就可以了 李小龙 红拳 鹤拳 泰拳 什么拳 菲律宾魔像 又什么什么 当然我不会否定大家学这些东西 民团训 我不会否定大家学这些东西 但如果你有枪的话 才是重要 国家的暴力 黑警是有枪的 你 红拳 射拳 射刑 鹤刑 虎刑 有L用 什么 所以大家想想 你可以拼我的 但是你要说出个道理出来 哎呀 周街会射到通街都是血肉横流 各位 坏人 你怎么禁枪 他都会有枪 好人有枪 是智慧的 美国各州做的统计 持枪权 比较确立的地方 是比较没有暴力行为 那些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加州的地方 对持枪权充满限制的地方 因为是一个分权 每个州有自己的法律 你自己看一看 所有数据自己做个分析 我免得和大家讨论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对我来说常识的东西 很多人说持枪的人是极端白人种族分子 他说他登记共和党籍 跟着捐过赠美民主党等等的东西 我借用拜登说过一句 虽然拜登我不太喜欢他 但是他说这句是对的 现在不要问动机 motive 和affiliation 他的政治联系 不要问 不要乱传 不要作不负责任的猜测 就是调查 那这个调查 三层政府 Berry Garland FBI的Attorney General 是不是真的能够调查得很好呢 甚至Secret Service的Director Kimberley Cheater 是不是能够做得好呢 那就等他们做完再评论 但我只是说 我是觉得 无论动机与联系都好 暂时的证据证明这间孤狼来的 是一个单独犯案 后面没有人指挥的 如果找到后面有中国 或者深层政府指挥的证据的话 那我们愿意收回我说这些说话 但我们有几分事实 说几分话 OK 这是第二件事我希望说 所以用枪权不是问题 坏人拿枪 然后没有好防御才是大问题 接着是了 侵侵会否必胜呢 侵侵是否必胜呢 我会这样看 我看回大部分 刚刚讲过 四百多的选举人票 很良例 就是Beyond Duck 再统计 我觉得越统计越可怕 Colorado和New Mexico都可以翻红 大佬 Virginia翻红 New York 变成Toss Up 这些事从来都未发生过的事 如果这么说的话 是大胜 Lance Knight Victory 大胜 那这个大胜会否发生的话 会否去到这么高点 现在是去到最高点 之后四个月之后 会否慢慢跌下来 看看川普有否犯错 所以川普现在变了一个 比较能够包容的角色 Unite America 不要不断攻击拜登的角色 是对的 既Serve自己的司令 团结中间选民 亦都需要公义 两件事都是好事 公私两利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妥当 也希望他能够踐行到这一点 我觉得他应该做到这一点 但我觉得他这个口 那么大嘴巴 那么喜欢自大夸大一些来说 是不同的 我很欣赏他的统治的哲学 统治的手腕 制造的不确定性 但请他用来对付习近平 对付普京 对付其他人 对付国内的人 希望大家用一座比较包容的眼中去看 其实他只要这样的变化 我想 右派可以很长期执政 我可以这么说 重建一个真是以Christianity 以conservatism 即是保守主义 以古典classical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 为根据的一个国度 是做到的 希望他能够做到 他强人的形象 是好的 而且这个 硫黄倒战的那一幕 即是他下台的时候 美国国际后面那一幕 是今年年度照片 强人的形象 美国是喜欢strong man strong 他只要客气一点 基本上他可以做到 列根一样的支持程度 列根当时竞选年任 1984年Landstein Victory 49个州 我看看川普这次是否能够做到的列根二世 这是他的机会 我希望他能够把握得到 其实只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言论态度 就是做到 我的隐忧是什么呢 有些仇恨值高的人 死心不惜 想杀他一次 而这件事我都说过一成的人 是想杀他 那这个是他最担心的 有其中100%都出事 最担心的是11月5日至1月20日 这段期间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 台湾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对内 无论你是中和民国派 中和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独派 什么派都好 基本上你不是中共派 一国两制派 一国两制派 统一派 统一促进党派 对望大家团结一致 南白如果有人是中共的间谍 中国代理人查有实据 请起诉 然后将他完全以严刑去审判 改革所有的措施 甚至是用行政的手段来处理有关的问题 这点才是重要的 如果是共谍的将他捉起来 但是你说国民党里面 是不是个个都是共谍呢 我觉得不是的 我认识的就不是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的论判其中一个 带令到我入帝 台湾政论界的这个明居正教授 我非常感激他 他是国民党员来的 OK 那难道你告诉我明居正教授 就是共谍 我当然不会相信 他是反共非常剧烈的人 就算和我的论判 比如说宋国成教授 吴嘉隆教授 他们全部都是 比较支持蓝营的 但他会跳票头 蔡英文都未定 但他是支持中华民国派的 和我的想法未必一样 但我是尊重他们的 他们反共 你说在支持蓝营里面 投票给国民党的人 是不是个个都是亲共未共 不是这样 虽然刚刚说这三个人 会投票国民党 但真的投票国民党的人 都是这样 不是 他们觉得蔡英文做得差 所以真的原因是千叉万别 我们希望团结更多更多的人 广泛团结各位 尤其是白营的人 以为阿文哲很好的人 回头 你看清了行动 你就看到了 所以你看到人的复杂性 不是他投票 贴个标签 就解决 解决说 你蓝白一定是蝶 不是这样的 里面有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台湾要团结 能团结的 而真是将共产党代理人 共蝶 真是画一条解释 这是敌人 起诉 受驱逐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现在美国是否去到这个 你说拜登是否中国的间谍呢 他是对中国耳朵远 他不是中国和他有所谓 有生意关系 他儿子那些东西 但你说是否真的说中国间谍呢 是另一件事 如果这样说法 和中国做生意全部都是间谍 你华尔街 纽约找固件一间商业大相 去抓他们 当然不是这样 是吗 所以我就说有很多事 你要像一个比较slim的人 他真是能够明白 这些人才真是间谍 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是科学依法去判断的 OK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 希望台湾做到 也就是美国 派取公碟 抗拒滲透 抗拒统治 也希望抗击中俄 伊韩 北韩 这些重要的 这个极权的势力 而能够稳守美国民主自由的阵容 继续照亮全世界 成为民主的老大国 而台湾 日本南韩 澳洲 纽西团 英国 欧盟 各个都能够均蒙其利 这点何乐而不为呢 我希望美国能够团结 所有派的观念秩序斗争 一定会长期持续 甚至永恒存在 但是 记住 美国只有一个 不可以成为 卖国的人 要成为团结各个势力的人 而使得这个团结力量 更加 对于 美国的立国精神 尊重 回归到美国宪政 民主 共和的精神 我常常说 宪政与共和 先于民主的 明白的 就是明白我说什么 即是law and order 是righteous law and order 是先于民主的 民主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但是它本身不能够保证 真是好的结果 好的结果 我时常都要信靠秩序 法治 宪政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要做到的事 当你对于选举制度有怀疑 要被人怀疑空间 人家说的东西 是有一个common sensical的根据 是不是 也有看到一些 幽灵人口 OK 看到一些 跨州的人 在投票 那这些情况 是不是要调查清楚 我们就算不追究前陈 是否都要往前看 改革现在所有联邦选举 和州选举的制度 这个就是我现在说的 美国病了 要好好医治 OK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一次再谈其他议题 下一次再谈其他议题 我记得 下一次 在谈其中 那一步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